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部分先来看一下近期的话题新表介绍 IWC和目前已拿下7次F1世界冠军的车手 同时也是IWC品牌大使的Louis Hamilton 合作了第三款联名表 IWC和Louis Hamilton的第一次合作 是2014年的工程师计时款 而2019年则推出第二款联名 以黑桃四颗配上红面金针的万年利款式 到了这一次则是处在葡萄牙系列 以非凡计时码表搭配陀飞轮的功能 大范围的Petronus绿是IWC官方合作伙伴 Mercedes AMG Petronus F1车队的代表色 面盘和表带都采用这个色调 6点钟位置视窗是可体秒的飞行陀飞轮 搭配面盘左半边的逆条日期指示 12点钟位置则是计时小时和分钟的累进盘 而这次Louis Hamilton也延续上一款联名款的传统 亲自参与了设计过程 为这款联名款增加了话题两点 针对单一地区做先进表款是表现蛮常见的方式 而这次的主角是康斯登 康斯登今年庆祝品牌成立35周年 除了有全新的自制驮飞轮之外 在Highlight系列上 年初也增加新款世界时区万表 而近期则是针对台湾市场 推出Highlight世界时区台湾特别版 康斯登的世界时区功能 维持传统的呈现方式 最爱圈是二世时区代表城市名称 搭配内侧有日夜显示的二世小时数字环 借此判读全球当前的时间 是非常直觉的表现形式 并且透过单一表换即可调教 相当方便 至于面盘中央有着象征 金尾线的交错线条 让面盘装饰更加丰富 这次的台湾特别版 最醒目的绝对还是三点钟位置 立体精致的台湾图腾 用非常直球的方式 表达表款与台湾的连结 而另一方面 外侧城市环中 向来习惯代表加巴时区的香港 也换成了红字的台北 话说这次的康斯登 Highlight世界时区台湾特别版 有蓝跟绿两种面盘选择 都是当前市场非常夯的颜色 至于背后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 就别深究了吧 常念关注海洋保育的ORIS 过去与许多不同单位合作 并且推出为数众多的特殊限量表款 2021年ORIS与瓦登海 共同秘书处展开合作关系 这是一个三方组织 其中指在于守护与保育瓦登海的特定海外线区域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潮尖带泥滩 与沙滩完整系统 更配列入联合我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 今年ORIS延续这份合作关系至2025年 并且推出第二代的DOT WAR限量表 理所当然是以AQ系列作为基础 而面盘采用的特殊绿色 则是呼应瓦登海的自然之美 表款是小灯增加日期功能 而且在日期显示上还使用特殊的环形日期窗 让面盘看起来有更多变化 表款限量2019支 而这个数字是代表着瓦登海获得联合和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的年份 而特殊套组则富有橡胶表带与练带 透过ORIS的特殊限量版 传递品牌对保育的决心 也借此认识不同保育单位背后的故事 而这样的趣味别具异议 今年正式回归台湾市场KONO SWISS 成为许多老表明新玩家们讨论的话题 KONO SWISS早期有着鲜明的设计风格 像是大型洋冲斗表冠 钱币文表圈 都是招牌元素 另外还有规范式指针 也就是俗称的三针一线功能 更是KONO SWISS的代名词 几年前品牌一改方向 保留相同的设计与会 在配色材质都变得更年轻大胆 而今年是KONO SWISS诞生40周年 这次推出全新的OPUS 计时码表 OPUS 计时码表1995年首度亮相 成为全球首款的自动商店镂空计时码表 是品牌的重要里程碑 而这次的星座维持相同的配置 表格改以钛金属材质制作而成 而面盘则是以鲜艳的蓝色或绿色来呈现 并且是以CVD 涂层透出金属光泽 而且不光是材质跟颜色 就连表带也换成了KODURA布料 外形非常活泼 越火越年轻的KONO SWISS 以全新姿态重返台湾 后续还会有什么动作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进入表界新闻 百年龄才刚发表了新款的AVENGER 紧接着就在台北举办了快闪店活动 以别出新裁的快闪车形式 带来截然不同的商标体验 近期百年龄在台北市新医区香提广场 打造独特的概念快闪店 透过时下最流行的豪华路易车外观 搭配冲浪板、单车等生活风格元素 格外吸睛 而这样快闪车的特殊形式 更是台湾版年龄 独步全球其他市场或国家的首度尝试 充满活力的风格完全是瞄准年轻世代而来 在Bretlink,我们有海、海、海、海 今天这些爆炸是我们的海 沙、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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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为了更加的感觉 和这些感觉到Bretlink 和这些Bretlink是全体的 我们今天来到24 November 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特别的观看 但同时,我们也发展到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衣服,有加客套 我们有 coverage套餐 我们有一个衣服 其他贮导三 Verierten executive ониろび了 我们开始向他们尽étique 五、七年的时间 所以他们很多投机 conversations to talk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course the pop-up store is one of our touch point where we want to be in a young and vibrant area where we bring the brand to the crowd instead of the crowd coming to the brand. On top of that, our online media you can see that now we're in Reels, Messenger, TikTok where we can talk to a more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also in terms of ambassadors and in terms of the product offering 你能看到更多颜色 那些年轻人可以更加关系 因为它们是全是个人的生活 网络是不只是贵的 它是个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正在试试 把我们的DNA 到年轻人的年轻人 是全是个人的生活 是全是个人的生活 通过了网络 在社交媒体上 直到网络 在网络的店里 在台北101的店里 在台北101的店里 你能够感受到 全体的感受的 Bell & Rose最近推出了经典系列 BR03的进化版本 对于品牌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项变革 取名为BR03A的新版本 在设计上变动了哪些细节呢 一起来听听品牌总经理发扁怎么说 以芳克军表为核心产品的Bell & Rose 今年针对旗下的经典系列BR03做了进化 推出新版本BR03A 而许久为造访台湾的品牌总经理发扁 这次也为了BR03A的发表来台 一起来听听他如何分析 Bell & Rose目前的主力系列 所以基本上在Bell & Rose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细节 我们有我们的转型 是我们的转型模式 是我们的转型模式 是一个转型模式 是Bell & Rose的名字 然后在2019年我们介绍了 这是Urban的细节目的细节目 然后最细节目的细节目 是Vintage的细节目 所以我们在2019年发展了 通过自动模式 然后我们介绍了GMT Cronograph 然后在今年我们介绍了 X5的细节目 然后我们觉得现在是时间 重新改造BR03 于是今年 Bell & Rose推出了重点新款 BR03A 乍看之下好像没变动 但细究之后 发现改动了不少细节 究竟BR03A做了哪些调整呢 BR01 这个是Square模式 在2005年 然后一年之后 在2006年 我们已经介绍了 一个小型的版本 42mm 现在已经17年了 所以你知道 任何一个显示 你需要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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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接近很多耳朵的身体 呢 开始 你是是 年轻松民 现在 平常 不 增弦 会吗 在盯上,我们有线上的线上 让它更轻轻的眼睛 有些小的手 也有些小的手 我们有设计了新的包装 配合这新的包装 它加上了最新的连续的 我们的Caliber 300.02的动作 现在有54时的保留 接下来是我们的两个方式 所以新的BiaZeroTree是第一步 在新的收藏 所以我们会继续建立在这条线 然后我们会看到 在未来的月份 我们会在这条线上来 在这条线上来 万宝龙不久前 举办了Minerva限量表款的建赏会 而万宝龙钟表部门总经理 也亲自来到台湾参与活动 听他来聊聊今年的Minerva 有哪些亮点 Minerva精心厂是表谈一代名家 同时也是当前万宝龙品牌中 顶级万表产品线的代名词 前阵子万宝龙特别在台湾 举办小型的Minerva顶级万表建赏会 为此万宝龙钟表部门的负责人 也特别来到台湾 除了介绍两款今年的最新作品之外 更像我们揭秘 Minerva 基心的特殊组装流程 The NBA Secret is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in the world of watchmaking This is a movement made by Minerva and this movement has been reversed A Chronograph Mono-Pusher reversed A Chronograph Mono-Pusher reversed You have to imagine that Minerva as always developed very innovative very accurate movements Calibers The thing is it was always visible on the skin side on the case back So the issue that it was time to change it and show to the world what Minerva is made of So we decided with the team together to turn around the movement but the thing is when you reverse when you turn around the movement the movement there is a big issue your hands are working anticlockwise So we had to develop internally a gear train of additional 21 components on top of the 252 components So reaching 273 components So that it's possible to have all the hands working clockwise Minerva is famous for two key elements in its history First of all the chronograph the Mono-Pusher chronograph Minerva has stronger cognition and I would say worldwide and on the other side Minerva is very famous for having developed in 1927 a bezel a flooded bezel a with a function So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what if we manag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watchmaking to combine bezel and Mono-Pusher chronograph functions together you just turn the bezel right once for the start function and another time for the stop function and the last one for the reset function the mechanism is inside this bezel and that's something completely unique I insist because it's very unique you can compare with all the chronographs existing on the market no one has ever been developed in such a manner Each caliber inside has been assembled once desassembled, reassembled and on top of it you have one watchmaker dedicated to one caliber that's something very exclusive as well because as a customer or sorry I should say as a fan of Minerva we offer you the possibility to meet your watchmaker the one who has developed this caliber who has assembled this caliber and in case in a few years time you want to send the watch back to check if everything is ok the same watchmaker who did assemble your watch will be in charge of checking your watch so it means we have a watchmaker behand each caliber 突破框架的創新功能 精湛的基心結構 加上二次組裝的反覆記憶 萬寶龍的Minerva 正持續用硬實力 穩定頂級自表的行列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新聞月報 11月的表談事件 還包括將在9號舉辦頒獎典禮的GPSG 日內瓦鐘表大賞 以及即將在16號舉辦的杜拜鐘表週 請大家持續鎖定競表制的相關報導 我們下個月的新聞月報見 我們下個月的新聞月報告